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新露骨 今天是我們在新露骨的第18天 今天看起來就是一個晴天 所以呢應該是要自己手動來澆一下水了 然後因為其實我不喜歡用那個 澆水器所以就 要手工一下 然後我通常種九宮格就站在中間 我們這樣繞一圈就可以把水澆好了 所以其實是自己澆水其實不會很難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剛剛大家有聽到我們家狗在叫了嗎 我也常常忘記餵他喝水 其實我應該是說基本上我常常忘記 我又養一隻狗 很糟糕的主人 我們剛剛好像忘記看18號有沒有生日還是什麼的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回去看 那買的日曆其實也沒有什麼在用 這樣子 我是想說等到後期才用灑水器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先殺一下時間 不然每天就是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自己玩的時候呢 其實我每天就是澆完水就睡覺了 之前在玩的時候就澆完水然後就睡了 就沒有在管鄰居啊 什麼採礦啊誰管那些 就很舒壓這樣子 然後就 那個 作物長大就採收 然後 很快就第二年了 我們現在礦場大概是開到30層了 所以我們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可以再去開 看來18 18幾應該也是 蠻無聊的一集 這個斧頭也不能砍對不對 對齁 你的斧頭不足以砍破這個樹莊 唉什麼爛斧頭啊 看這個可以的樣子 其實雨天的時候應該也是可以去升級水壺的好時機 我們等一下回 回家去看一下那個日曆還有 電視好了 狗到底在哪裡叫啊 一直聽到狗在叫 來看一下日曆 啊 今天有人生日耶 是潘姆耶 潘姆是村民 廢話不安 還是雕名 春季18日生日 不可以跟他結婚 還好 那 他喜歡什麼 是我們有的嗎 喔有耶有耶 他喜歡美洲大樹莓 這麼巧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借花獻佛 直接把美洲大樹莓 給潘姆就好啦 其他還有很多耶 像類金啊紫水金 鑽石餅乾 黃水仙跟黃水金 果然是需要事先調查好村民 才不會 送錯東西 但他最愛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 他是酒鬼嘛對不對 所以他喜歡啤酒跟淡啤酒 我們現在還不能 還沒有 防風草也可以耶 但是好像家裡現在沒有防風草 好那我們就等一下記得 大家要記得就是今天是潘姆的生日 然後要送他什麼 美洲大樹莓 好 那我們就出發 欸等一下 老人痴呆 又忘記看電視了 我們看一下天氣預報 明天天氣晴朗 風和日曆 所以今天就不適合去升級水壺那些東西囉 那還有什麼 每日占卜是什麼 如果你想知道未來的秘密 你來對地方了 歡迎回到維爾維克預言 精靈們今天沒有任何傾向 今天掌握在你的手中 也就是運氣不好不壞的意思吧 然後我現在已經沒有經歷囉 剛剛交完水完就 就累了 所以先自己先試吃美洲大樹莓 吃完沒有毒再給潘姆吃 再給潘姆當下韭菜 我應該也是可以吃大蔥吧 這個大蔥是我在那個後面 也是採的 他喜歡黃水仙大過於美洲大樹莓嗎 根據情報來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 然後 換一下 我看一下我現在有什麼 我現在沒東西嘛 但是 包包裡可能會有 這個是什麼 黃水晶 那我們就送黃水晶給他 三星二翼 畢竟黃水晶對我們來說現在沒有用 但是美洲大樹莓一顆就差很多 美洲大樹莓一顆是加25能量 那我們可以存著 好 那我們就 再採收一些大樹莓 啊終於發現我的小狗了啦 在後面睡覺 幫他倒水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樹莓 我們也可以採收對不對 我來採一下 看來今天是不是又是很廢的一天 感覺今天又是阿欣特別廢的一天 趕快去找潘姆 然後感覺就可以睡覺了 這邊好像也會有一些樹莓 真的有耶 還有很多這個 九蔥 這個是什麼阿龍葵 我好像很少遇到他 九蔥 這個樹真的很愛眼 把它砍掉好了 其實我跟潘姆有需要增加好感度嗎 如果增加好感度 村民可以給我什麼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東西 好利益喔 感覺好利益 哇這邊樹莓也很多耶 他喜歡樹莓嗎 他誰 賈斯 我看 欸 按錯了等一下 賈斯 賈斯也是喜歡黃水晶 他們好像有很多喜歡的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他不喜歡樹莓耶 我本來想送他樹莓的 算了 算了 那繼續跳繩吧 乖勒 我先把這邊踩一踩 然後 欸他這個鋤頭 喔我看錯了 我剛看把鋤頭看成斧頭了 想說怎麼長那樣 其實我昨天晚上呢 也就是17號晚上有來這邊找樹莓耶 然後在17級的時候沒有沒有把它秀出來 好像是沒有樹莓的 所以我就在想說會不會今天才有 所以昨天是完全沒有的 不然就是天色太暗了我沒有看到 今天是不是樹莓產生的最後一天啊 超多樹莓的 超多樹莓的 應該有這些樹莓之後可以暫時撐好一陣子喔 今天感覺會 臭到很多樹莓 就從農夫變彩虹靈 真的很多欸 我現在可以買帽子嗎 欸可以耶 花一千塊又可以買了 是不是 亂花錢 算了不要亂花錢好了 上次 亂花錢買日曆好像 有被那個留言說不要亂花錢 所以我想說算了不要買好了 先存一些錢好了 其實平常也是很喜歡花錢的體質這樣子 就不知不覺會去網路購物很多東西 有一次記得就是買了就是大概三大箱的東西 自己抱那個三大箱的東西 從警衛室上來都覺得很可恥 欸我好像已經採完樹莓囉 我現在有95個樹莓 還蠻多的吧 潘姆在哪 又要開啟尋人儀器了 喔這邊有欸你看 下載這個就是好用 一定要下載那個 模組 如果沒有下載模組會很痛苦 因為完全就臉盲 分不清楚他們誰是誰 所以我自己玩的時候完全不會想找他們 然後他應該是在家 潘姆應該是在家吧 所以他是現在在家 好那我們就去找他 我看好像很近欸 是我旁邊這一戶人家嗎 好像是吧 是嗎還是這裡啊 在酒店 真的嗎 欸我真的耶 我是不是地理不好 我是路痴是不是 其實 可是我平常不會啊 我覺得他們這個地圖很難看懂 好 那我要祝他生日快樂了 潘姆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是我生日嗎 看起來是這樣呢 是喝醉酒你 喝醉到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他說謝謝挺不錯的 就這樣喔 就這樣嗎 真的是酒鬼耶 大口喝酒 一下午就盼著能來這裡喝一口 喝喝 喝醉啊喝醉了 我跟他的友誼有提升嗎 有耶有耶有耶 剛剛是不是沒有一顆星啊 現在好像有一顆星了耶 所以他現在是我這裡唯一的朋友 因為我好像沒有跟任何村民有交往 所以我現在跟潘姆是一顆愛心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跟潘姆是一顆愛心的關係 兩顆星才算朋友 是嗎 大人的世界那麼複雜 好 那一顆星算什麼 點頭之交 那我盡量再來滿足他 好不好 等我有防蜂草 欸防蜂草我是不是沒有種啊 天啊 我居然沒有種潘姆最愛的防蜂草 但沒關係啊 他是我攻略的重點嘛 現在是幾點 晚上八點也太久了吧 等一下我剛剛做了什麼嗎 我就是在潘姆那邊聊天 然後跟你們聊天就晚上八點了 是這樣嗎 太誇張了吧 就這樣過完一整天了 啊我什麼都沒做耶 只有澆水而已 啊我的這一天結束了耶 沒事幹 啊不然砍砍柴好了 我有沒有砍柴砍到12點下去睡啊 什麼時間過這麼快啊 怎麼時間過這麼快啊 這遊戲不科學耶 不然就 就只能這樣啦 我們就砍柴吧 砍到12點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規劃啊 就想說 潘姆可以追嗎 應該沒有這種模組吧 沒有本來想追海莉的 可是其實海莉好像 是一個 會讓男人有綠光的女人 我記得啦印象中 是不是 大家都以為我的阿欣一定會 跟男生在一起嗎 其實沒有啦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那個女生的人選 有沒有什麼好人選 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想好 好像沒有我喜歡的類型 好像 潘姆的話就是也不錯 因為他一直喝醉 然後就不會管我們 好暗喔 這邊真的很暗欸 應該加一些火把的 欸我覺得差不多了耶 所以現在10點50分了 我們可以去睡睡了 那今天到底幹嘛呢 不知道欸 沒有 沒有 混吃等10的一天 晚上11點我們要來睡覺了 要去睡覺嗎 是 當然啦 晚安 還有一天 可能 今天 geek 鈔